听众朋友刚刚收听的这首歌曲是 蔡敏佑与爱宜良所演唱的季良 我今天很高兴 其实一直高兴到今天 我们今天有开直播 我们今天节目现场邀请了一位重量级的美食家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美食记者 可是呢 在开始介绍这个美食记者进来之后 大家先分享我的高兴好不好 我昨天晚上大概七点多 我就接到了毫无市级执行长赵大方的电话 赵大方就赖我说 瑞小姐 两千组蜜蜂工坊都已经卖完了 天哪 我们的团购的截止日是今天晚上十二点 听众朋友已经提早玩笑了 我怎么有一种中广在Christmas意卖的感觉呢 我们每年中广都有Christmas意卖 听众朋友 听众我们的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都会追上这个意卖 一年做一次好事 我自己就有讲一年做一次好事 就在我们中广的这个Christmas的意卖 我怎么昨天晚上有一种意卖feel呢 他虽然不是意卖 可是已经被大家抢完了 抢完了 可是呢 有跟听众朋友稍微提一下 因为蜜蜂工坊 就是蜂蜜界的无尊 好 黄青黄呢 他说呢 他可以再追加500组 可是问题是 这个500组 我现在拿到的资料 好 追加500组的预购 目前为止也剩不到150组了 换句话讲 大家都很喜欢我们这次中秋节给大家推荐的三日龄 三日龄 蜜蜂工坊三日龄的蜂王浆 还有台湾蜂蜜的这个组合 那所以呢 我不能再告诉大家了 免得大家没有办法 你知道现在要追 搞不好已经追不上了 那所以呢 听众朋友 感谢大家 你看我现在讲感谢大家 就有Christmas意卖的感觉了 对不对 感谢大家 因为我并不知道大家原来对于蜂王浆的需求是这么高 而且大家呢 对于认识蜂王浆的这一个食品 大家的兴趣也这么高 我听说在这几天 毫无市集的工作人员 接电话 接到手软 大家其实都有好多好多问题 我们超级美食家有上传影片 有空的话大家上去看一下 看一下 因为呢 我们其实聊了蛮多 聊了蛮多 有关于蜂王浆的知识 再次告诉大家 不管今天你要买什么东西 都要弄清楚 你买的是什么 你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是拿不出来的 一定要非常清楚 不是要强迫推销你 我强迫推销的是知识与资讯 知识才是力量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还有就是之前呢 大家有追上日方征传 翠鱼金 翠鱼金的这一档 目前陆陆续续在出货中 出货中 还有啦 就是听众朋友 如果真的有抢到 多出来的这500组 他必须要等到 9月底 才可以出货给你 因为呢 在制作 在制作这个蜂王浆胶囊 必须要花50个工作天 那所以呢 大家就慢慢掉车尾吧 掉车尾哦 好了 我们赶快来给大家看 我们今天节目现场的贵宾 这个是林一平 大家好 一平第二次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一平上次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是跟老爷 老爷集团 等一下他的职称什么 营运长哦 是不是 沈方正 执行长 执行长 跟执行长沈方正 一起来跟大家介绍 我记得我们上次介绍的是露营车 对 可是呢 一平今天要来跟大家 介绍花冬 因为他刚刚才从花莲跟台东回来 可是在介绍花冬之前呢 因为一平很难得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大家知道他是 雅虎奇摩的美食记者 而且呢 都介绍最新的美食资讯 先告诉大家 最近有哪一些新餐厅你采访值得推荐 好像很少对不对 我觉得最近市场的状况好差 我自己都觉得很 你知道都没有新餐厅开幕 餐厅关蛮多的倒是真的 好像十月比较多 你最近有吗 你最近有吃什么东西是新餐厅要跟大家推荐的吗 因为一平的行踪 获及全省 不是只有台北市 我二平还比较宅 宅在台北市 可是我觉得这一两 这个月真的新餐厅比较少 很少对不对 对啊 好奇怪 不过我倒是有看到了 有一家日本的牛排馆来到台湾 是称重烤牛排 那个很好吃 而且是站着吃对不对 没有 没有吗 他在日本是站着吃 但是在台湾是有座位的 我有盯上这家餐厅 其他的好像没有新的对不对 因为日本品牌都撤出去了 是不是 对 比较多应该是接下来要进来的新加坡的松发 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宜萍今天背了一大袋东西 等一下我们要开箱给大家看花东美食 好了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在这里开直播 也开放所有的提问 林宜萍是很厉害的美食记者 我让怡萍站起来给大家看 哈哈哈哈 登登登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怡萍比我瘦 大家不用紧张 可是怡萍呢 可是怡萍比我厉害 怡萍呢 她现在正直巅峰状态 我们来让怡萍跟大家分享 怡萍你曾经创下 一天吃过多少食物的记录 一天 呃 十几摊耶 我们那时候采访台南的时候 从台南的五六点的早餐的牛肉汤羊肉汤 一直采访到晚上的宵夜场的炒扇鱼 跟 吉他你有算吗 十一还十二 我们家摄影都快崩溃了 对啊 所以我来跟大家讲说 一拼跟我其实有拼 我记得我有一年去花莲采访小吃 跟前佳琪 就是全台湾第一位美食记者 这不算职业伤害 我现在不会这样认为 我现在这是职业可爱 哈哈哈哈 已经有人讲说这是职业伤害吗 我跟前佳琪两个人去采访花莲小吃 我们从快接近中午的时候开始吃 也是吃到晚上大概九点 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时候 算我们一整天大概吃了不知道十五摊还是十八摊 哇塞好强哦 很可怕 很可怕 你看有人讲美食记者好辛苦 你们都以为美食记者只有吃喝很开心 哪有 才不是 人家认真的才不是这样 不认真的人其实写几句话就好了 认真的人其实是连拍照 我下次让怡萍带他的那个鸡丝 这能用鸡丝来写吗 是鸡丝吗 设备 对啊 他的一些拍照的这些工具 他都自己写自己采访自己拍 辛苦的很累 对不对 对 好啦 听众朋友 我们等一下就让 美食记者比拼大胃王 我看参加的人很少 像我们那么认真吃 都吃到身上一层一层的 我想很少 你看我开始 有的人胖不是吃出来的 我在骂谁 我又隐色谁 一定笑疯了 我是吃出来了 我吃出来了 对啊 有人讲说九月初想去花冬 他说金针花的花矿 现在如何 六十淡山现在没有受到台风影响 但他的花都还在 但他目前 因为天气太暖了 然后雨水太少 所以目前六十淡山的花 大概只有三到四成 那我会建议下个礼拜 或是可能九月 九月中的花矿会比较好 好来 哦 这是及时第一首 你所收听的是 中国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节目现场 热闹滚滚 虽然今天节目现场 只有一位贵宾 可是大家会发现 来了一个菜市场 因为加上王瑞瑶 是两个菜市场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雅虎奇魔美食记者 林一平 嗨大家好 刚刚呢 透过直播的时候 有人留言 说他九月的时候呢 想要去 想要去看 金针花 他问了一瓶 金针花的花矿如何 听众朋友如果想知道 就请你们等一下 我们结束直播之后 再回去看影片 好来 一瓶 我们来先回答 刚刚呢 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台北还是全省 现在有新餐厅可以推荐吗 我刚才有讲 就是日本的那家牛排馆 叫什么名字 我不会念 你不会念 在哪里 我英文不好 在那个 在南港捷运 在那一栋大楼的一楼 好吃吗 你刚才讲到这个牛排馆 我看你的表情 就是好吃的 其实真的是好吃划算 说实在 而且我觉得因为 它是日本人直接经营的 我觉得他们真的做事 比较丁金 比较仔细 我知道他们其实不是 主打和牛 他们主打的是 日本的国产牛 对不对 这两种有什么不一样 给大家长长知识 国产牛跟和牛 国产牛 日本国产牛 好了 日本国产牛是 肉质也很不错 比较便宜的啦 对不对 对 日本人其实不太吃和牛 因为很贵 很优 是不是 对 没错对不对 对 因为他们也是跟美国那个 有一个油花的分布标准 对 没有错 然后你 我这个新闻 其实吸引到我的是 就是我要吃多大块 我就可以切多大块 对 是这样子的感觉 直接蹭给你切 就是直接 你看了指定那个部位 然后他就帮你切多少功课 这样 然后直接蹭 然后蹭多少钱 然后直接旁边就直接现肩 现处理 你刚才回答那个金针花海的花矿 听众朋友感谢你 谢谢 这个真的是第一手的报道 因为你才刚刚回来 对不对 对我上礼拜才刚去 我记得我两年前也去看了金针花海 蛮感动的啦 好啦宜萍 我们今天呢 先来给大家花东打打气 因为我知道这一次好像是有新饭店开张 所以有一群记者 还有 我看有部落客 对不对 全部都飞到花东 可是大家传回来的共通讯息都是 希望大家都去花东多玩 是不是 这是一个共通讯息 是啊 但我觉得主要也是刚好花东 现在也是金针花季 因为不论是那个六十淡山或者是赤柯山 赤柯山 其实他们现在那个金针花的都已经开始了 对 那现在赤柯山的花矿是比六十淡山好一点 它大概有开五六成 因为它那边有人工洒水 那金针花因为今年冬天 今年那个花东的雨水少 天气又热 所以其实普遍的花矿都不好 那因为那个赤柯山那边有人工洒水 所以它开的花多一点 对 那六十淡山现在真的是 我上去看还有一点绿油油 我记得我是去看六十淡山 我记得我那年是在花开震盛的时候 提醒大家要带雨伞 我只记得它很晒 都没有遮阳的地方 然后它也有高台 就比如说高台远看也很好看 那他知道 宜萍知道今天要来上我们超级美食家 你先把袋子整袋拿起来给大家看 我们今天开直播 是因为我们要开箱 所有的食物都开箱给大家看 你不要一袋一袋拿出来 整袋 它呢像一个军人一样 这个你知道带了一个红布袋 一个大红 很努力 背了一袋东西 要跟大家分享花东美食 对 你知道花东的伴手礼 而且中秋节快到了哈 对不对 对 等于是一个这样子的想法 大家要谢谢宜萍这么努力 他今天没有背相机哈 他今天给大家背食物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来跟大家分享 是 我们先来聊一下 你这次去花东看到什么 呃 这一次花东 其实我主要是自己跑去看金针花 你不是为了那个饭店而去的吗 没有 我是自己跑去看金针花 那我误会了 我看好多人都在写那家饭店 有的没的 没有 那家饭店连厕所都被挖出来写了 很写的 其实我自己自己出去玩 我喜欢去玩一些在地比较乡野的 那通常玩金针花 因为大家都知道六十蛋山复离那边 其实有点比较少 所以其实我都会连池上一起玩 哦 就把它结合起来 对 我会把它完成一条线这样去玩 所以呃 因为我本来也就很喜欢池上 所以我就连池上的呃 去吃去玩 然后再跑去玩 那个再去看金针花这样 然后再去玉里吃臭豆腐 然后回家 其实蛮近的啦 我记得我上次也是这样沿着这条线开车前往 对 而且其实路况也都还不错 路况其实蛮好 但是我真的拜托诚心建议大家 呃 尽量不要开车上金针山 因为金针山它其实路很小 那你怎么上去 呃 其实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参加农会的行程 哦 他们有那个小巴 然后你就是报名 他会帮你待一天 对 因为 因为真的金针 金针山因为他排水性要很好 所以他的坡路都很陡 然后路都不太大 所以如果你真的花矿 呃 就盛矿的时候 其实你有时候会车都很都很难 好 我们今天在现场有开直播哈 已经有听众朋友把怡萍不会念的那个英文字的牛排 短的名字拼出来 可是我要跟怡萍讲 这不是英文 这应该是日文 对 是这样念吗 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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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英文也很差 这个你知道就等于是听众朋友 对啊 就等于是给大家一个新餐厅的资讯 然后所以你会参加农会的行程 他帮你排了一整天 除了去看金针花之外 还会带你去看什么 呃 其实富里他有一个台湾第一个有机农村 叫做罗山有机村 他其实在快要二十几年前以前就有了 他是整个村都是做有机的 而且他一开始不是佛观光 他一开始是就是为了农业 没错 他规划的不错 对 然后他那边就有那个泥火山 然后他们每农会每天 他会推不同的DIY体验 譬如说可能做泥火山豆腐 然后炒米香 因为其实罗山有机村 它是一个客家农庄 然后或是控油 那我这次礼拜三去的是做那个菜 菜宝贵 菜宝贵 所以你分享的菜宝贵的照片 其实就是在罗山有机村 对不对 对而且他呢 我们是在一个旧烟楼里面做的 旧烟楼 我喜欢花莲的烟楼 对啊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直播没有停哦 大家可以提问哦 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厉害哦 好厉害哦 原来他是都做不一样的体验 对啊 我就觉得这样比较好 我曾经有采访过一个烟楼的民宿 叫做 在野范花莲 在野范花莲 他们要用手指搓烟楼 我不懂啦 对啊 可是他们其实是一个很脆弱的结构啦 对啊 可是我这次去做菜宝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很特别 他的叶子啊 一般我们都是用月桃叶 对不对 可是他那边的叶子 他用柚子叶 好 等下来讲 免得一瓶讲两次 对啊 好啦 大家 有没有在紧盯一瓶后面的那一代东东呢 有对不对 跟我一样 你是塞 他是等于是整个 伴手里塞到宝带来哦 对 给大家看哦 伴手里塞到宝哦 塞到宝带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的现场 这些都是农会跟农友发 那个研发出来的 哦 哎 好久没有找红蓬墩 我们有一个农会猎人 红蓬墩好久没有来 我们超级美食家 其实农会超多好吃好买的东西 是啊 可是问题是因为农会也做很多服务 大家都不知道 对不对 就比如说农会旅游 跟着农会吃喝玩乐的这个东西 然后还有听众朋友在问啦 他说在桃园区 要去哪里买池上米 桃园有农会吗 我相信如果桃园有农会 Elly你什么时候来 我们超级美食家 Elly跟你约时间 你都没有时间 Elly还一直吵着要来 我们超级美食家 你自己没有时间 害我都想吃可送 好 所以等于是 如果是有农会据点 应该就有卖真正的池上米 对 其实我会建议大家 直接跟当地的农会 因为坊间很多池上米 都是用宜兰米混充的 假的 而且是混米 对不对 那你这种农会的 因为它不能够乱混 它不能混基本上 所以它一定会是真的 池上那边的米 还有就是 如果大家想要买这个米 我觉得认农会的标章 会比较有保证 对 我问你对不对 农会有一个标章 绿绿的一个东西 有 他们其实都有了 你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节目现场 邀请到的是 雅虎奇摩的美食记者 林一平 来跟大家介绍花东 听众朋友 现在都在敲碗了 听众朋友说 怎么好的还不开箱 怎么一大堆伴手 你还不开箱 等一下啦 一平才刚刚回来啦 对不对 来听听看他的现况 来听听看 怎么玩啦 刚刚一直有人问说 他想要买池上米 不知道去哪里买 一平给大家的建议是 直接跟池上农会采购啦 这样子才可以 还可以买到 真正的池上米啦 因为坊间其实混得很厉害 太多 哈喽 我的好朋友 Simon也上线了 Simon 我好想请Simon来上 我们超级美食家 好了 我们现在不给大家啰嗦了啦 因为他今天呢 用一个像是麻布袋一样 塞满 麻布袋 要一个一个来了吗 要塞满花东 大家这样看得到吗 来看得到 可是这样看不到 宜萍啊 宜萍啊 拿过来 这一次我 麦克风 因为其实我真的很推荐大家 可以直接去农会超市 或是农会 买一些农会的东西 因为 其实这几年 台湾的农会很认真 然后他们做了很多有趣的东西的研发 这是什么啊 这个是我这次最推荐大家的 你最想吃的吗 最喜欢吃的吗 对我最喜欢吃的 大家看到它的口味有没有 吃 吃 吃醋味 哦 台语啦 对 然后你看它的口味 它是咸酥鸡 金针风味 咸酥 等一下 它不是米制品 为什么有咸酥鸡跟金针 而且它们画得好可爱哦 是不是 吃醋味 大家想不想我现在拆开来吃 还是带回去给保师傅吃 可以可以 我有多带一包 没有没有我在开玩笑 大家要不要拆开来 拆开来啦 很好吃哦 吃醋味哦 而且包装它就是它一个一个 我喜欢像这样子 很方便 各位 这个你吃了会停不了口 这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有点像 它是米饼 它是米饼 然后很像市面上在卖的一个零食 完蛋了 我也打不开 我打开了 我用嘴巴直接咬 这超好吃的 我在 啊我知道 然后后来下场试吃 一直停不下啊 来快点 怡萍你先拿一个 然后我偷偷给大家看是什么 这叫什么 不吃不可吗 哎 类似吗 有点类似小汪汪那样子 小汪汪 我觉得像不吃不可 把师傅留言说 带回来给我吃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没有我看一下 这个应该就是用花冬的米 对不对 对就是 布里它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米香 嗯 对 它虽然在池上隔壁没有池上有名 但是其实它是一个也是蛮厉害的米香 嗯哼 对 我们家气质立文来拍照了哈 我们家气质立文怎么搞的 他说我们就这样撕开来 哈哈哈哈 一点也不客气就撕开 哦 我知道什么叫咸酥鸡口味了 对 因为它有一点带一种辣辣的感觉 对不对 对 没错 哦 还不错耶 这个其实是很好吃的小铃嘴 你看 然后这就是他们的米 哎 哦 我喜欢这种包装 而且因为现在小家庭所以他们有出这种米 嗯 这种小包装的很方便 然后 嗯 就是你煮起来有比较浓的牛奶味 等一下就我看一下 怎么 他怎么把我画在包装上 哈哈哈哈哈哈 哎 他名字很可爱 等一下 这个牛奶皇后怎么长得那么像王若瑶 怎么眼睛这么小呢 啊 这个可以跟我们问一下 很可爱吧 等一下 这里面有米种吗 等一下 我讲说怎么画的那么像王若瑶 直播人数怎么冲上来 哈哈哈哈 你们不就都有看到王若瑶瑶的长相吗 怎么那么奇怪呢 有米种吗 我觉得我们现在吃米就必须要很在乎我们吃的 米种 嗯 他的品种就叫做日本牛奶皇后啦 对不对 对 而且好可爱 哎 这个送人送人自用都很好用耶 超漂亮啊 而且这个就是一次性对不对 就是煮一锅 然后 他就是这种大的 嗯 就是一般大的 他没有月光米种的 哈哈 对 然后像我参加复理农会这个一日行程啊 他你回程的时候 他伴手里就是在送你一公斤的平安米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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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资料 不是 不中吗 不中吗 我要跟副理农会讲你们送你给我我很开心啊 可是不中吗 等一下我要把镜头转到气质立文 哈哈哈 因为气质立文现在好忙哦 忙着 忙着拍照 而且他不知道要怎么拍 因为里面东西实在太多了 天啊 我们今天要节制吃耶 哈 哈哈哈 好可怕哦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要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 就比如说我们参加了农会的行程 对 他给你的伴手里 他给你的伴手里其实就是跟当地的物产有关 对不对 全部都是复理的 然后主要其实要推给大家推荐米啦 嗯 或许大家会认为米 副理 有一点概念 可是会是你们的首选吗 不知道 嗯 是不是 对 应该要轮流吃 是不是 没错 好然后再这个是仇美人 可爱吧 一个是日本牛奶皇后 嗯 一个是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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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叫仇美人呢 嗯 就可爱 就很可爱啊 而且我觉得他们还蛮会做这种 是不是 对啊 像类似这种小文创小礼物 其实复理农会这几年他们做这个都很好 嗯 所以他们其实有做很多米的DIY 像呃 我参加过米蛋卷 嗯 对 米蛋卷 用米浆做的米蛋卷 嗯 对 然后像这些 这些产品都是他们这几年研发的 像这个米果棒 这很适合小孩子吃 米果棒 对 米果棒要拆吗 哈哈哈哈 我 哎 有综合的 有综合的 等一下 米果棒 米果棒有综合 什么口味 一瓶念一下 有那个 麦克风 有麻辣花生 然后有牛奶 跟紫薪地瓜 因为紫薪地瓜也是花东那边的一个特产 天哪怎么那么时髦啊 是不是 怎么会这么 这是人小孩子吃哦 好吧 那我们猜 中和 我们猜中和 还有我要给大家看哈 这个副理农会有一个logo 它居然是一个英文 有没有看到 一个英文结合的副理 我觉得还不错哦 嗯 还蛮有想法 比如说这个年轻化 在做这种年轻化的过程里面 大家会觉得很好奇 对不对 宜萍继续开 我被我被开始吃假醋 是不是那个会吃蒜 停不下来 然后刚刚有人问我 我看一下啊 因为有人问了一个问题 我要确认这件事 嗯 他在问 吃醋 米 是不是 啊 没有啦 大家不要想太多了 大家不要认为米果 只有一家厂商会制作 没有啦 不要这样子想 而且呢 这里面的最大成分 真的就是 富丽米哦 嗯 他不是写台湾白米哦 他是写富丽米 有听众朋友说 拆都拆 要拆好拆满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叫做 叫做什么 花莲棒 花莲棒哦 富丽米果卷 你看看就是花莲棒 富丽米果卷 我要吃什么口味呢 三个都吃 三个都吃哦 我如果吃三个 我回去保 师傅会捏我 我要吃麻辣花生 我要吃麻辣花生 等一下 你不要吃麻辣花生 你吃别的 好我吃牛奶好了 好你吃牛奶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也是个小孩子吃 现在这个米 现在这个米棒 非常的流行啊 对 因为呢 大家都知道要多吃 你知道多吃吧 你有没有看到 其实我会建议大家 跟农会买 就是因为他必须照顾他的农民 所以他们一定是用当地的 譬如说他们米农自己的米去做 哇 那成分其实真的会比较纯 比较真 哦好酥脆哦 诶 这不是面粉的味道啊 没有 这是米的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近段广告 我再吃哈 休息一下 这是米 看哦 我吃的是麻辣花生 它其实蛮大胆的哦 所以通常会做一个传统的花生酱 只要做了麻辣的声音 麻辣的味道就不一样 嗯 哦 而且很香耶 它其实是吃一吃之后 那种米的后韵会跑出来 还有就是它有一个黏黏的 像在吃米纸一样黏黏的感觉 你看 牛奶的很好吃哦 现在有人说我姑姑住在富里耶 很棒啊 其实富里的山水很好 它其实它的地理环境跟池上差不多 很好吃耶 只是真的没有池上有名 所以大家都常常忽略它 那我觉得很可惜大家都去看金针花 但是都没有人再去富里那边再去吃一下玩一下 不要只有经过 去一下富里的便当也很好吃 不要只有经过 对不对 对 要停留 对不对 嗯 而且富里农会的便当也很好吃 那富里农会的便当要去哪里买 富里农会它就在省道上 所以你去金针花一定都会经过 对 真的 嗯 下次大家可以去试试 富里农会的便当 对没错 我下次要跟着农会去玩 对啊 而且像它一日游的行程 你看牛奶 晚餐 因为它大概五点结束 所以它回程的时候就是送你一个富里农会便当 然后再加一公斤的米 所以其实它的油程是蛮划算 还有啦 它回程才给你啊 你就可以丢在行李箱里 或者是因为就不用拉了嘛 对 而且通常都是坐火车 而且你可以在便当 对在火车上吃 对坐火车 嗯 欸我觉得米棒蛮好吃的欸 对啊 欸它就不会 你不会吃到有那种很人工色素的味道 也没有香精黏在嘴巴里的感觉 嗯 还蛮意外的哦 嗯 而且都不贵 像那个 像这个夹处比他才120 不贵 不贵啊 我记得这好像120还是130 而且我要给大家看 他们都会一直强调是在地米哦 对 非油炸 哦它不是油炸 它是烹 它是烹起来的 嗯 烹发的啦 所以口感很疏松 嗯 嗯 我们好好笑 我们在这里一直吃一直吃 好来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 雅虎奇母的美食记者林一平 好的 来给大家介绍 他背来的一整袋 一整个帆布袋 一整个帆布袋的花东伴手梨 对 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 贾醋味 还给大家介绍花莲棒 嗯 可是听众朋友你要等我一下 因为我在猜 第二个花莲棒 对啊 因为我想要吃 紫星地瓜 地瓜 对不对 对 它真的包得很紧耶 因为我在猜它大概很害怕会走气 因为它很疏松 这个真的蛮好吃的 而且我觉得它都有特别强调一些东西 它都比较调调一些在地的食材 跟在地的风味 还有 我觉得现在在做这个零嘴的时候 都已经变很聪明了 就比如说以前会用很多添加物 对不对 然后让你觉得它好香 你知道好甜 好kawaii 可是现在这个其实闻起来 没有 就淡淡的米的味道 淡淡的米味 就不是人工的那个香气 嗯 没有错 欸 昌孝云说 花莲是我美丽的故乡 现在全部花莲人都在这里 大集合 有人说 瑞雅姐要留一点给韵芬姐 当然啦 这点是绝对跑不掉 还有我发现这个紫星地瓜的味道 淡淡的甜味 对不对 嗯 我们这集听众朋友就只有听到 嗯 啊 然后叉叉的声音 应该是哈 咱咱呆 咱咱咱的声音 就是我们在咬东西的声音 根本我们自己在玩 嗯 啊今天没有泡茶 不好意思 早知道我们下次就会摄附茶 因为其实农会毕竟是公交单位 所以他们做的东西就是必须有一定的安全卫生 所以它相对我觉得他们在研发产品上 就会比较认真跟谨慎一点 喔我知道啦 而且它这个紫星地瓜甜甜咸咸的 所以很好吃 嗯 还有听众朋友现在一直都在问 农会的行程要怎么样预约 要怎么追上这个行程 嘴巴里有东西不准讲话 刚刚他把花莲棒一大口塞进嘴里 林一平没有办法回答问题 农会的行程要怎么预约呢 再给他三秒 大家可以到那个复理农会 或是上海旅行社的那个官网去预约 上海旅行社 所以有很多国外来的观光客也喜欢吗 也可以 上是那个高尚的上 然后海上的海 上海旅行社 对因为农会不能够直接经营游程 所以他必须委托旅行社 因为农会不能与民争利 所以他们必须委托旅行社去帮他们带这样子 可是除了复理之外 其他的农会有吗 比如说池上农会有吗 比如说有吗 池上没有要问 因为池上太热门了 他们几乎池上的话都是一个一个活动 他们反而到比较没有推行程 他们下个月 池上最有名的就是下个月十月的池上音乐会 池上音乐会 又涌进好多人了 今年有阿妹吗 今年是奇遇跟陈建年 因为之前都有 奖到票的恭喜你们好羡慕 连你都奖不到票吗 我我我奖票中 他奖票中 听得难抢 现在你们听到的配乐是王瑞瑶在咬 是不是很好吃 甲醋鼻的声音 甲醋鼻 他因为他现场有试吃 然后一试吃就停不下来 好 就决定买了 除了这两个之外 怡萍再给我们继续开箱 来介绍花东的美食 等一下 我们家毫无市集的直顶长赵大方 如果有追上直播的话 大方你再做一个动作 来快点 他切了他的脖子 换句话讲 我们这一次 雨蜜蜂工坊 给大家推荐的三日林蜂王江 还有台湾好蜂蜜 已经玩销了 玩瘦 包括 包括我们 我们给大家多要的500组 全部都已经玩销了 听众朋友 不要再打电话进来了 毫无市集的 我们的工作人员要休假了 因为这一个礼拜 接电话 接到耳朵都长简了 所以结束了 不要再询问了 如果你们对于这支商品还是有兴趣 就请你们直接上蜜蜂工坊的官网来采购 好不好 都不卖了 我们毫无市集这边 王若瑶这边已经截止了 500组 2500组全部都卖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家 我们家大方好高兴 好 来 继续 刚刚讲什么 没有 米饼它还有一个就是淡香原味 还有一个什么 淡香的原味 所以等于是它做的味道更单纯 对不对 对 没错 来 借我看一下 不要啦 这个淡香原味我带回去给保师傅 终于有一个完整的包装 我保师傅看到都是拆开来的 所以等于是这个米饼也可以做 因为老实讲 我刚才吃到那个麻辣的味道 很强烈 对不对 牛奶的很浓郁 等一下等一下 一直有人问说素食可吃 素食可吃吗 天哪你们在为难我们 我们现在赶快看这个成分里面 有没有荤的 因为搞不好这个甲醋皮 可以可以 因为它只有米 棕榈油 糖跟 那个 盐而已 甲醋皮应该也可以 甲醋皮应该也可以 这个真的超帅气 好 我们回到刚刚 你知道 大家其实要参加农会的行程也可以 大家自己去也可以 对不对 而且池上有一个音乐会 这次有奇遇 我记得以前都是 都是阿妹嘛 没有他每一年的 每一年的表演者不一样 像去年是云门 那更之前就 我看过阿令的跟 优人神谷的 他每一年不一样 那你有看过阿妹吗 我记得我有一年去看阿妹的之后 我很幸运的有抢到阿妹的票 整个那个整个池上风街 整个都交通大管制 对不对 没有错 对不对 好来 听众朋友现在留言说 他好幸运 他有买到追加的 蜜蜂工坊的 三日林 蜂王 蜂王江 对啊 我也觉得你蛮幸运 因为这次的价格 下沙很好 好了 已经结束了哈 不再讨论 不再讨论 我们这次的团购了哈 我们现在在现场要回到花冬 花冬的伴手礼 来 这是什么 这是金针花 然后为什么他要强调无流 就是因为 很多外面市售的金针花 因为他会加流 去保持它的颜色 可是这一包是什么 这包不是零嘴吗 不是 这一包是金针花 食材 是食材 对 你知道那个没有加流的金针花 闻起来有一个淡淡的味道 对不对 而且煮起来整锅汤也是有一个淡淡的香气 来给大家看哦 特别强调无流 当初其实要有流的原因 也是为了要干燥保存 对不对 对 让给大家长期保存 这包我感兴趣 好了 大家都有看过金针花吗 所以我不用开了吗 不用 这就是一副想要带回家的样子 私心自用的样子 他说可以拍临时的团体照吗 好 我觉得真的太好笑了 我觉得大家要看临时的团体照 真的吗 我拿 来临时的团体照 临时的团体照 有人讲说参加农会的有伴手礼自己 啊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广告来了 来休息一下 参加农会的伴手礼自己去 没有 什么意思 我看不 有啊 他你如果是跟农会的行程应该都有 对啦 对啊 然后等一下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花东的现状啦 对啊 米果 米果 米 怡萍带来了推荐哦 给大家看团体照哦 还有米哦 她没有手拿了 米米没有手 对啊 她没有手拿了 我觉得 我觉得 多多 我觉得多多逛农会 好啦 我们来给大家做空拍照好了 对啊 多到可以做空拍照了哈 对啊 我们等一下再来介绍一下 比如说花东的其他资讯 我以为你是去看那家饭店 没有 我是自己纯粹为了金正花跑去的 因为我看到那家饭店 我已经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 好了我也不要讲话名字 因为我发现好多部落客去的时候好夸张 什么东西都介绍 什么东西都介绍 等于是去了花东 哪里也没去 你知道吗 都一直待在那个饭店里面 我觉得这样子就不有趣了 那个就不是我的风格 我连去哪里都要自己家当地的 就比如说去了之后 应该要走出来看看 这件事我觉得蛮重要 是啊 对不对 而且呢 一年四季 其实花东都很适合旅游 没错 即使是台风刚刚扫过 大家或许看到新闻有很多灾情 可是实际上有吗 不知道 等一下让怡萍来给大家解答 应该是还好 呃 我早上问过副理农会 等一下再回答 好 好啦 这是不是超好吃 都让我会要在这里破功 这真的是我差点把人家试吃的都吃完了 就很容易一颗接一颗吃掉 而且其实东西很有特色哦 你知道吗 我又一直在吃 大家都在谢谢 诶 等一下 可是农会人行程 难道只有开在暑假吗 它金针花季是八月十三到九月十三 就是它是针对金针花季来办行程 对 办一个一天的tour这样子 所以等于是你也看到金针花 你也可以看到其他的东西 当地的一些他们的 譬如说他们的百年 然后还有一些他们的一些农家的DIY 然后还有他们当地的 譬如说泥火山 然后带你去就是 我刚刚说烟楼里面做那个菜宝贵 等一下等一下 不能在广告的时候讲啦 我们等一下完整介绍给大家了 好我是讲一次等等 大家现在 大家现在谢谢怡萍 因为他不但带来了好东西 也告诉大家怎么样简便旅游的方法 对啊 我问你对不对 因为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不要开车上去 我记得我那年是很早上去 我们凌晨就开车去 那你记不记得其实路真的很小 很窄 对 我们就是怕塞车 所以我们大概凌晨就出发 然后就是大 可能是出 就是太阳一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然后我们八 我记得我们八点多下山就很热了 对啊 好来 还有剩最后一段 您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 雅虎奇摩的美食记者林一平 来跟大家介绍 花冬行程 而且我们刚才在广告的时候 有聊到 这个其实是透过了农会 你就会有一个 清减清便的一个行程 对不对 我们让怡萍把这个行程介绍完 因为我发现留言有好多人 都一直在问 这是一个什么行程 这是一个什么行程 其实副理农会 他们就是在金正花季的时候 今年是8月13到9月13 他们会推一个金正山的一个 一日游行程 那比如说你就是早上10点半 在副理车站集合 然后他就会有一个小巴士 然后再搭上山 他可能会先带你去看一看一些副理的 当地的一些文化史记那些 比如说百年的教堂 然后或者是百年的 副理有百年教堂 有在副理证上 对 所以我每次经过我也都没有停留 我错过了很多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说 像那个霓火山大家都知道 对 对啊 然后还有就是 像他们还有包一个 包一个午餐 包一个DIY行程 然后还有包你 就是上山的一些导览 然后像 那个晚餐办手里的话 他就是直接送你一公斤的米 跟那个一个副理便当 那天中午你吃的是什么 我们这次他们中午是给那个 酒公隔便当 酒公隔便当 对啊 其实还不错 好有梗耶 怎么办要撈照片给大家看吗 我觉得很有梗 怎么会有酒公 怎么想法都很新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副理评会 他们真的一直都在进步这样子 然后所以他们就一直很用心 然后这次的DIY行程 你学会了做菜包吗 对我学会 来给大家看酒公隔便当 酒公隔便当 来了 如果有追上直播的话 有看到吗 真的很妙耶 其实还蛮好吃 而且他全部都是 副理在地食材 金针花 然后还有他们的那个 紫薪地瓜 然后他们的米这样子 用在地食材来做 然后他饮料就是那个 洛神花茶印这样子 有听众朋友说 可以现场报名吗 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在我们现场报名吗 我们这里今天不是在团购旅行 副理副理 我们今天不是在团购金针山的旅游 一日有不是哦 大家要去农会哦 目前 目前六十十三的那个金针花矿是这样 真的还绿油油一片 所以是绿油油一片 对 所以会建议可能下个礼拜 或是九月的时候去会更好 还有啦 听众朋友如果去的话 也不是只有玩一个地方 轻轻松松 对不对 对 轻轻松松去玩 有人在写说菜色丰富 我觉得不光是菜色丰富 我觉得可以透过一个便当 认识副理的在地食材 这个就很厉害 嗯 一平一在低头要找什么给大家看 来这就是他们送的那个 副理农会的便当 晚餐的便当 对不对 其实副理农会便当真的还不错 大家可以去吃这样 怎么搞的 他的外包装 还有他的整个感觉 看起来好幸福 有一种要坐火车的感觉 对不对 对啊 然后你看 就是在火车上吃的嘛 伴手里也很诚意 送一公斤的米耶 是啦 伴手里很诚意 就是一公斤的米啦 可是我自己都嫌重 哈哈哈哈 因为我相信 我也一定买了很多东西啦 所以应该是建议大家 行李箱带大一袋 去装东西 这次我主要是在 烟楼里面做 你看烟楼 菜包 做菜包 这就是烟楼 上面那个高高的 就是要让它冒烟 冒出来的地方 然后我觉得他这一次 因为其实罗山 有基村它是一个 复里基本上是一个客家村 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我不晓得瑞瑶姐 以前我没有听过 它这里的那个菜包柜 它是用柚子叶去做的 我不知道 对 通常都是 月桃 月桃 对 对不对 对 然后它是用柚子叶 所以它蒸起来的时候 你吃的时候 它会多一个柚子叶的香气 听众朋友有看过柚子叶吗 大家应该都有 只有有吃过柚子 应该都没有看过柚子叶 对不对 对 这好特别啊 对我也是第一次在这边 吃到用柚子叶的 还有我觉得会在 烟楼这个建筑里面 做这件事情很有感觉啦 因为烟楼就是 收集了烟叶之后 烟叶之后 然后干燥 烟叶 干燥的地方 对不对 烘干的地方 没错 所以烟楼有一个烟冲很高 嗯 从地下室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烟楼的这个 它熏烟叶的这个建筑物 这样子的设计 它会先有一个下陷式的地方 对 对不对 然后再往上冲 就等于是通过那个方式 要把烟叶熏干 跟收集起来 对不对 还有人在问说 要去复理的现场报名 嗯 不行 你这个要提早 对啦 这个人家准备东西 有一点难度啦 对对对 还有听众朋友 要养成一个习惯嘛 你们要给人家报名 要给人家预定 他应该都没有事先付费 对不对 还是有事先付费 没有 他都是当场付的 对啊 你们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 都有一个坏习惯 你知道就一下子要去 一下子又不想去 然后一下子又给人家放鸽子 啊 然后我 对啊 这个习惯很坏哦 其实我知道大家花东会有一个疑虑 就是花东的交通 嗯 就因为其实你你如果真的决定要去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交通 因为像我这次连我自己都才买不到票 坐火车是不是 对我会建议大家如果只是在北部 然后想去你买不到直达车的票的话 你直接就是做客运 坐到宜兰罗东 嗯 然后你从罗东搭区间车到花莲 然后因为通常花莲之后 花莲到台东的票就比较好买 啊 对 等于是大家集中在花莲上下车啦 是 对不对 就分段进行 没错 就是分段这样子 我们现在有个听众朋友叫Amy Amy说她从小就吃柚子叶的菜包 真的吗 真的 我们真的没吃过 所以柚子叶的菜包不是花东专属 是这样讲吗 还是Amy你是花东人 还是你是东部的人 因为我也第一次听到柚子叶哦 我也是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嗯哼 而且我相信柚子叶应该也没有季节 对不对 嗯 因为不是用柚子皮包菜包 不是 如果是柚子皮的话就有季节感 嗯哼 好不好 那所以 等一下怡萍再来再来再来 嗯 我们再来多讲一点花东 好 等一下时间只剩下两分钟不到了 我集成这样子 等于是他们有完整的导览行程 对 然后还带你看季节性的东西 对 应该是每一个季节区都不一样 啊因为现在是金针花开 所以他们集中 对不对 对 做柚子叶 哎有人说客家人的菜包 很多都是用柚子叶 那我们傻了 那就是我们傻瓜呆了 哈哈哈哈 跟我们真的都没吃 我采访这么久 我也没吃过用柚子叶的 有独特清香吗 有 哈哈 就是有点柚子皮的那个味道 哦就是柚子皮的味道 对可是没有那个精油的味道 就是没有那么的刺 哦 啊它会染色吗 不会 它会染色 哦 艾米说她的故乡是凤林镇啊 哦 艾米你们家就有很多烟龙啊 对 对不对 所以艾米是凤林人 所以才会这样子讲 呃 有人说柚子叶菜包 不是花冬专属哦 哦 有人呛虾了 他说在桃园他也吃过 真的 所以真的是我们少见多怪 对不对 哦 很特别 对啊 等于是客家人在包菜包的时候 有一些叶子的选择 其中有一个选择 就是柚子 哦 但我们真的是第一次吃到 啊你那天在包菜包的时候难度高吗 其实不高啊 还可以 嗯 而且就是他那个阿嬷会帮你 帮你整形 阿嬷 现场还有阿嬷吗 对啊 他们就是呃 那边烟楼的主人 他会帮你那个 帮你那个整形啊 他会教你做这样 有听众朋友说看到行程里面没有烟楼 呃 直接打电话去复理农会问 嗯 如果你真的决定要去的话 对不对 因为烟楼的话是你每个礼拜三去做菜包才有 哦 因为他每天的DIY行程不一样 好啦 我们的时间到了 谢谢怡萍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谢谢 来给大家分享 拜拜 拜拜 时间有没有很短 很短 怡萍什么也没有讲 怡萍只不过给大家拆了 对 给大家拆了几包花冬 现在复理农会推出来好吃的零嘴 跟大家介绍新的米种 老实讲我们都还没有切到重点 对不对 我们都只有轻轻的 简单带到 对啊蜻蜓点水的点到 对不对 有人在问说有人在卖柚子叶吗 这个有可能要到产地才知道 因为通常 如果你要他应该是直接给你 他通常他们不会卖这个啊 然后有人说他吃的是龟叶 什么叫龟叶 他说连叶子也可以吃的龟叶 龟叶通常我记得是彰化那一代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其实透过这个节目把所有的客家人的菜 把所有人的菜包都兜在一起了 对不对 好 这个熊贝贝说他也是客家人吃柚子叶 你不能这样子留言 你要留言是你是哪里的客家人 对不对 大家才会更清楚 好 我们要结束直播了 你看现在有人帮余萍做重点整理 烟柔做菜包是星期三的 对 所以每一天的行程都不一样 周末是控油 对 有汤阿鸡 有汤阿鸡 我好想去那一堂 汤阿鸡跟菜包成本差蛮多的 所以如果控油的话再加200 但我超想去吃汤阿鸡的 有人说台南用高丽菜就连菜叶一起吃 台南用高丽菜 真的还假的 用客家的菜包下面垫高丽菜叶哦 哇那他这段时间应该很高 这在哪 好想去看哦 因为这段时间菜价很高 然后桃园是用龟叶开的黄 啊 他说龟叶是一种植物 对 他开的是黄色的花 在桃园 好了 我们要结束直播了 因为怡萍今天不是要来做一集 怡萍今天要录两集 大家在见有问题在留言 对啊 怡萍先跟大家讲拜拜 拜拜 好 对 我会聊 我会一直吃一遍 哈哈哈哈 现在已经快没有吃完了 拜拜 拜拜 拜拜